好 不是說我們已經訂了 一千萬劑的AZ疫苗嗎 怎麼都還沒到貨 蔡總統在上個禮拜 他上了綠色和平廣播電台 他用台語 全程用台語說 因為這個泰國優先 他說因為泰國優先 解釋了半天 結果踢到鐵板了 搞成了國際風波 蔡總統說 供應台灣的AZ疫苗大廠 主要是在泰國生產的 現在泰國的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他們優先把疫苗 給泰國使用 結果捲起了一些千堆血 很多爭議 我們先來聽聽看 蔡總統怎麼說 讓他原因重現一下 疫苗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各大藥廠 可以提供的疫苗 在全世界的需要差很多 所以疫苗大家都在唱 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應該到的月有夠 主要就是供應台灣市場的 這個大廠叫AZ疫苗 主要是在泰國生產的 現在泰國有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他們優先把疫苗給泰國 泰國使用 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是誰 是AZ廠 還是泰國的AZ代工廠 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蔡總統 你是一國之君 你說的月都會給人寫成新聞 寫成各國的新聞 國際的媒體也會報導 結果泰國人聽到了 泰國人說沒有 泰國政府發言人戴蘇利小姐 他就寫說 他發推特 他就說 我們泰國並沒有阻擋 阿斯特捷利康 就是AZ這個疫苗出口 這個是由製造商負責管理的事情 然後總統府聽到 泰國發言人的推特的說法 當然也很緊張 就立刻說 沒有 我們的原意不是這樣 斷章取義 他說泰國 這個總統府還秀足制稿 澄清說沒有阻擋 其實看起來蔡總統 或者是總統府 一直拘泥在阻擋這兩個字 可是你看看蔡總統的語意 他的原文 我們剛剛也播給大家聽了 他是說 他們優先把疫苗給泰國使用 講的當然沒有說留下來或阻擋 可是他們優先把疫苗給泰國使用 那個語意 語意上的確是這樣 大家覺得是 覺得到底蔡總統 是現在是在怪誰 翻譯翻得不好 還是外電翻得不好 這個蔡總統是蔡萊爾 那牽絲如果你給我五分鐘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問號 改成金湯號 因為有證據 但是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先不談 蔡總統他這個說謊在哪裡 他說供應給台灣的AD 都是泰國 這個主要是泰國 這是錯的 我們一開始的AD 是韓國廠 最近的AD是日本廠的 蔡萊爾你看 你當到總統 你連我們的AD哪裡來都不知道 還要我來糾正你 有沒有可能蔡總統是講 那一千萬劑 我們訂了一千萬劑 不是 謙子 我跟你講 因為怎樣 你剛剛聽蔡總統 因為蔡總統 蔡總統的名字叫蔡英文 其實他是蔡台語 他說台語也許 因為他台語不熟 他講台語他也不會孫 就像你叫謝龍介講國語一樣 他每次講國語 他就會一直想一直想 可是他講台語是很溜的 蔡總統 因為綠色和平這個電台 他是我們的友台 他就是都要說台語 你說普通話 說國語會去北京外 我不能去講 你不能回答 你就是憲章去那裡 這個蔡總統 他說台語 他說得沒瞬息 其實這原因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印度 因為泰國那個場 才剛開始而已 主要是印度的疫情 蔡總統你這樣弄到人家 泰國的這個發言人出來講話 這個我們民主都很下落地 不過沒關係 因為蔡總統突然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要邀請錢志 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我一起來 韋漢 我們也一起來 蔡總統說 一般民眾7月打疫苗 蔡總統的公開的承諾 鄉親 我們就要怎麼記住 7月開放一般民眾打疫苗 來 今天6月14 距離蔡總統的疫苗支票 還有47天 錢志7月1號也是7月 7月31號也是7月 我知道1450一定跟我計較 沒關係 我就算你7月31號 夠意思了吧 還有47天 47天之後 一般民眾是2300萬人 不然一般民眾是什麼 那人人有疫苗 然後疫苗可以自己選 這你講的 這你講的 最信任的自由時報 頭版頭條 這個都有影音紀錄的 你說7月可以打 到時候7月31號沒有疫苗 我看你 大家怎麼算是 47天 大家一起來倒數計時 總統說的 你也做不到怎麼辦 所以錢志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要嘛就病死 病死的原因是什麼 你要找疫苗 為什麼我們沒有疫苗 不然就是餓死 餓死的話你什麼時候解封 老百姓就問這兩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要解封 什麼時候給我疫苗 你總統答不出來 你當什麼總統 你要嘛就是餓死 要嘛就是病死 疫苗 總統已經講7月了 我們要講什麼時候解封 昨天我跟大家講 陳時中說10月底到6成 10月底 鄉親 那表示從我們5月開始說 要5個多月 現在6月14 6 7 8 9 10 然後4個月 我們還要再撐4個月 誰受得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承認我們的防疫 是失敗了 我們的防疫不是不如廣州 是我們自己全面性的失敗 老百姓要知就 只問政府兩句話 所以蔡總統被洗版 後來民調下降 在我們踢台的民調 蔡總統民調越來越差 我一點都不意外 那反應的是民怨 就是說我們一年多的神話 笑話 大家夢該醒了 我們現在在講的疫苗在哪裡 講的是國際上生產的 這個合格的疫苗到底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陳時中 也出來講過很多次 包括6月8號他講說 這個我們這個AZ 所簽署的疫苗採購合約 沒有強制性 所以這個合約 雖然有預訂的到貨時程 可是沒有押日期 所以不會保證到貨 也就是說我們當初跟人家 簽約那1000萬劑疫苗 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到貨 其實沒有強制性 他高興來就來 他不高興來就不來 那當然他不會故意 那可能他會先把貨給別人 也許別人比較會談判 我們只能這樣子想 因為我們的指揮官 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所以民間就會在問 因為民間很多人在做生意 就會說如果你是按著商業機制走 如果你有押到貨日期 他不到你可以告他 那為什麼會搞到今天這步田地 來 我跟大家講 因為剛剛輝文學長講 那個是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事情 因為確實是有泰國的台商 寫信告訴我說 違漢不對 泰國的AZ這個先羅生計 他所做的AZ是給東協的國家 台灣沒有在東協十加六里面 怎麼會給台灣 這個部分目前我打一個小問號 或許有或許沒有 就是剛剛學長講的 我們之前買的AZ是從 這個韓國安東市的SK廠來的 我們也都看到指揮中心跟大家講 可是這個事情我要跟大家說 蔡英文總統至少也會上 綠色和平電台 我最後有跟大家講 我覺得他在跟他基本上喊話 可是他的消息來源 跟他的論述 因為現在泰國疫情很嚴重 所以他們的老後人自己信用 這個其實是根據陳時中部長 在6月8號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的講法 他就說因為現在泰國目前出現狀況 有沒有 在這裡 陳時中部長講有沒有 因為現在目前泰國廠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整體會往後一個月 所以7月我們會 6月我們會拿不到 這6月我們就跟美文日本拿 這是陳時中部長講 所以顯然很多的說法 蔡英文總統他也不可能自己就講 他可能是責官跟他報告的 但問題是這是不是事實 這個我們要打一個小小的問號 我們要去問看看 請這個有去參加指揮中心記者會的 還是說我們這一千萬記 就剛剛主持人講的 有從安東來的 就是韓國來的 也有從泰國的 會不會連深圳的 因為深圳也有代工 對 有可能 那日本那個不算 日本那是他另外給我們124萬 但之後日本也要開始繼續代工 我們的一千萬是 476萬是COVAX 一千萬是AZ 總是沒有公開 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 泰國這是問題 那我們這裡已經把總統的說法 清清楚楚的 一字不插的寫給你了 他說因為現在泰國疫情較嚴重 所以他們優先把疫苗給泰國使用 那他們是誰 對 是講泰國政府 是講泰國的AZ場 還是講英國的AZ總場 你今天講了這個話 如果大家覺得說 不要吹毛求疵 這不是吹毛求疵 因為你的身分是總統 人家泰國政府也覺得 這個事情不能不出來澄清 才會有泰國的這個 就是發言人出來正式回憶 不然你以為我們隨便講什麼 發言人都會出來講 所以這種國際的事情 一定要講得非常小心 那現在我們對於這個 到底我們一千萬劑的AZ 是從哪裡來 什麼時候到貨 這個其實說實在 也已經感嘆過 就不用再感嘆第二次了 你今天基於任何的理由 你在跟他簽約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壓 對不起 沒有壓不到貨的下場是什麼 他說有到貨時間 但是問題是他要是沒有來 我們也不能幹嘛 對 我就弱弱的問一句 歐盟他因為AZ到貨 時辰也那個耽擱了 他去告了 歐盟去告AZ了 已經到第二階段了 那我們是不是照理講的話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是怎麼壓的 他沒有告訴你 我們AZ是分別是不是韓國 泰國都有還是哪裡 然後什麼時間要到幾百萬 那個時間我們也不知道 那如果時間不到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我們只要在立法院舉手說 通過通過這把錢給 整個都編出去就對了 這就是現在 目前大家對這個疫苗 時程上跟這個品質上 都會有的一個問題 那這補最後一個 剛剛我們前面在講的 有一個台中的留學生 這今天最新的新聞 這是事實 那大家也不用懷疑 因為美國並沒有授權AZ 所以所有要回去美國念書開學 秋季班的人AZ等同事 所以這件事情也等同告訴你 國產疫苗沒有辦法取得 COVEX認證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在台灣你可以用它來保命 可是出了國以後 你基本上並不算打過疫苗 在台灣的留學生 現在回美國 因為打過去 因為台灣只有AZ 莫德納只給醫護人員用 沒有 美國學校講說 這不算打過疫苗 請你回美國再補 但回美國也不會很難補 好事多去那邊買個牛排 順便打兩針就好了 或者是下飛機 直接就金山機場就可以 所以AZ在美國是沒有被認證 也沒有施打 美國跟日本都沒有施打 但我也沒有認為AZ 把它視為洪遜 說很爛東西沒有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主流就是AZ 能用就盡量用 因為後續國產的效力 還不知道 所以有沒有可能未來 我們不管打了AZ 或是國產疫苗 就是在台灣可能就是擋著用 或頂著用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出國 甚至去美國 因為我們在美國很多人 念書移民的 各種商業活動太多了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落地美國之後 你還要再去補打 不管是輝瑞或者是AZ的 都要去補打 沒有 韋漢 不是AZ 莫德納 對 其實因為韋漢 他的個性比較忠厚 我的個性剛好跟他相反 這個新聞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國產疫苗是失敗的 我們重點根本不在AZ 因為我們的AZ不夠打 我們將來要靠的是國產疫苗 蔡總統都說要打國產疫苗 所以你看江啟成跟林偉洲說 那我也打國產疫苗 這個作秀就做一波 我給他看一個數字 看看我們在台灣有多可怕 這個是蘋果的網路投票 前期間做的1萬多人去投 你看網路投票 你看他的數字是什麼 78%願意打國產疫苗 我給他看是聯合電子報投票 這有二十幾萬人去投 二十幾萬人次 他的結果 有85%不願意打國產疫苗 觀眾們你看這數字 蘋果是78%要打 聯合報是85%不打 這樣算起來是什麼 台灣有160幾%的人 對不對 78%願意打85%不願意 到底是什麼 哪一個是真相 哪一個是民意 所以我要邀請前置的觀眾朋友 你願意打的打3個1 不願意打的3 我幫韋漢打 韋漢願意打3個1 你不要再弄他了 不要再弄他了 要不要弄誰 弄你嗎 不要弄我 朱學衡 我要弄朱學衡 沒有 前置我的邏輯 就是那個究責的部分 觀眾朋友我們講一下 剛剛你聽到另外兩位前輩講的 日本有代工 美國有代工 泰國也有代工 我們是怎樣 我們就是代工失敗 人家去年AZ也有找我們要代工 為什麼代工失敗 然後我們的疫苗是採購失敗 我們去年也知道要開始 每個國家都這樣買 他就買不到 你代工也失敗 你採購也失敗 我請問你不用究責嗎 都沒有責任嗎 一句話就推給大陸 外力的阻擾什麼 然後就算了 有人不高興 有人不高興 有人不喜歡 有人不喜歡 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那你就不要再問了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你聽到這些話 你不會叉叉嗎 你不會覺得很難過嗎 所以採購失敗 代工失敗 那要究責 所以前置 你看到為什麼我們的整個台灣 會有出現這種完全相反的 很像變成是我的解讀 就是說綠的挺蔡總統的 他願意打國產疫苗 藍的反對蔡總統他不願意打 怎麼會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疫苗的東西 它不應該是這樣 它應該是個科學的問題 就像剛剛偉翰講的 他去美國 美國就說你不算 美國說你不算 你就是不算 你打AZ不算 你打國產疫苗也不算 那你要怪誰 你總統說我們來打國產疫苗 所以你願意打的人 你是不是要先講清楚說 我打這個之後 我可能出國 就會遇到像這樣的刁難 這個政府有義務要講 對 有義務要講清楚 而且不是陳時中講說 檢疫方式不同 不是這樣子 你根本就不算的情況之下 我要請問大家 為什麼蔡總統跟民進黨 拚了命要去幫國產疫苗背書 大家想想看 背後的貓膩是什麼 必須講蔡總統這一鋪的大內宣 變成了外交事件 我們講的是泰國疫苗 代工AZ這個疫苗風波 你看都還有動用 驚動到泰國的 這個政府發言人 出來回應了 這件事情已經變成 國際事件了 不能等同市值 不能小看他 可是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泰國代表是誰嗎 李應援 你得分 李應援 記不記得之前我們常常講說 泰國有很多網友說 泰國你走進7-11 就可以打疫苗這件事 李應援那時候還要跳出來說 不是這樣 國民黨某人講 對 國民黨某人講 他說不是這樣 泰國是你可以到7-11去預約 預約 那也很方便 可是這一次發生 這麼大的一個風波 李應援臉書盡悄悄 都沒說話 我們剛才聊天室 網路聊天室上面 有人講說 這個泰國發言人 可能是韓粉 才會這樣 李應援還在放假是不是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阿輝斯給大家看了一個 非常驚悚的民調 就是怎麼會這樣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怎麼會這樣 我先跟大家講 民調有兩種 一種是可以 一直按的 網路的 就是我同一個時候 我可以同覆投的 這種我們就不用參考了 有一些是你只能一次投一個 大家至少就跟選票一樣 如果我今天總統大選了 我可以投了又投 投了又投 投了又投 保安把他帶走 對 我一天可以投三十次 那不可能 我知道 我只要往後面排 不是 網路上現在很多民調 那我就這邊不跟大家公布 哪一種哪一種 有很多 如果你去投的時候 發現說我要表達意見 然後我投下去 就投下去之後 我發現我還可以再一次 我還可以再一次 而且這份反面我都可以投 也不問我是誰的時候 那這種數字出來 那就是灌出來的 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那不管你今天支持 不支持國產疫苗 我剛剛已經跟你們講 連AZ日本 美國都不認證 所以你也可以上去網路頭 我要打國產 然後我要要求美國 承認我有打過 你也可以去按一百次 那你按完以後 你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泰國這個事情 其實後續真的是 講到關鍵點 連Savarin其實只是預約 那預約也好 我現在也想要去Savarin 很方便 我們現在不是有個全家嗎 我現在也想要去預約 所以我可不可以打 可不可以BNT或莫德納 我先跟大家講一次 我昨天有跟前子講 那個七月底 有BNT的可能性 他的那個可能性 是存在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完全放棄 你說波抖那五百萬劑 他是存在的 他的方向就是 不透過上海復興 不直接跟上海復興購買 但是卻沒有繞過上海復興的一種 非常特別的模式 那是繞口令嗎 沒有 等到全場七月底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今天再倒回來看我們 6月14號我講的這個話 因為基於某些旅遊 不能跟大家講這麼白 保密協定是不是 但是沒有 同樣的方式早就提出的 先前陳時中回答只有五個字 原廠保證 原廠授權書 然後就沒了 但現在為什麼要再講一次 因為總統已經要去綠色和平電台 去喊話了 因為連綠營的基本上 都已經炸鍋了 給我疫苗搞什麼鬼 為什麼美國可以打BNT 下的飛機就能打 我們台灣人在那邊等 等那個沒有做三期的 所以連深綠的基本盤 而且我講實在的 深綠的基本盤 早期很多都是醫界的 他們根本就知道這個事情 他們當然知道說 這個疫苗不能這樣子 二期做到一半 然後就已經準備 都還沒有解盲 就已經五百萬簽下去 這個是基本盤 綠營基本盤 自己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其實科學就是科學 觀眾朋友 您對我們現在的疫苗政策 或是防疫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您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的電話是 0226562700 0226562700 打電話進來 記得把電視聲音 一定要關小 然後不用問候主持人 慧漢兄弟也可以不用問候了